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独特的弯傲地形加上三条淡水河的注入 供应当地海域丰富的营养源 成为石花菜及珊瑚草等海洋生物繁殖的良好场域 居民职业大多为海男海女 依赖下海捕捞与采集维生 近三年因为气候变迁及游客量的增加 当地环境面临挑战 居民的生活也受到影响 海洋的变化它们其实是比任何更敏感 为什么因为我的生计就在我家前面 那它好我就好 它不好 我是靠它吃饭 每年的四到七月是石花菜盛产的季节 也是海南海女最忙碌的时刻 采上来的石花菜为了去除杂质 必须经过阳光的曝晒以及反复修剪 七喜七晒的功法相当费功 本来是我们那个珊瑚草真的准片就是哦 阿北下去随便拔就起来了 就有几书斤了 现在拔两斤都拔不到 近年石花菜与珊瑚草的产量日渐减少 甚至不及过往的五分之一 让当地具有六十几年经验的海南海女 碰上前所未有采不到石花菜的状况 这样的现象让居民开始反思 是什么原因使原本丰富的海洋资源逐渐匮乏 像去年有一条那个鱼肉船啊 那个游艇啊在这边沉水啊 第一天来的时候他们下毛 你知道下毛他们下错地方 下在珊瑚上面 下在珊瑚礁上面 珊瑚礁上面那个毛很大 船很高啊风一吹啊 整个毛偷着走 把那个珊瑚都爬起来 整个给它就被它爬走 毛奥渔村清澈的海水及新鲜的海产 总是吸引大批观光客慕名而来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 餐厅及摊贩的数量也渐渐增加 观光产业的兴起提高了收益 却也带来了困扰 游客制造的大量垃圾 餐厅污水的排放 以及汽车废弃对空气的危害等 都会对居民的生活造成直接的影响 很多人就来冲水了以后 他们就说 带沐浴炉啦 什么洗髮经洗 我说我们这边设置的那个冲水 就是把海水冲干净 不是洗澡 因为你这个污水下去还是到海里 因为我没有经过浴室就没有化分子那些 就直接流到海里 对他们来说 失去的不只是漁业资源 更是记忆中的茅傲 如何守护家乡这片湛蓝的海洋 也成为居民重要的课题 孕育无数生命的海洋失去了生机 不如遗忘清澈透明 连学者也开始着手帮助 透过离海行动 为当地海洋环境建立更完善的管理方式 发展出具有环境教育意识的 宇村观光产业 离海是一个策略 它是一个可以帮助宇村永续发展的一个策略 那台湾未来能不能有更多的渔村 有这样的一个认同 那自己本身在渔村的发展上 能够管理好 能够朝永续发展走之外 那当然这个过程还包括 就是我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人认同 茅傲社区居民也为了海洋环境的永续发展 创立离海学堂 推出多种体验活动 带领游客认识茅傲渔村及海洋文化 也宣导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希望让大家认识这片漂亮海洋的同时 也能一同守护珍贵的海洋资源 当地餐厅业者也主动配合社区设置污水槽 落实油水分离 避免对海洋生态的永续发展造成阻碍 当初开餐厅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有一套方法了 因为我们社区有跟我们讲 说你们要在一起开餐厅 因为汇水不能流在茅厚房里面去 因为那个整个会污染 学者和当地居民的努力 都是为了维持环境生态 而游客的配合也成为保护海洋的关键 离海行动承载的不只是茅厚社区的生活 更是让渔村文化得以永续发展的核心 打造健康的离海 能使土地与海洋生态整合 更能让生物多样性保持稳定 渔村转型让马奥被看见 发展观光的同时 需要游客吸手保护马奥湾的纯净 减轻生态的压力 为海洋尽一份心力 维持人海永续共存的精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